在沙灘上畫一個心情 然後我就把它 就牽到那個心裡面 然後就說 我說這個地方是我們很熟悉的地方 我們所有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這裡 然後後來我就很認真的跟她說 說妳願意嫁給我 她就跟我講一些很感動的話 然後我們兩個就 就戴上戒指有那個感覺 然後就接下來就是 就是一個求婚嘛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是我很難忘的一件事 麗仁你是怎麼樣求婚的 求婚啊 求婚那一天整個過程把我們 從頭到尾敘述一遍 剛剛講錯喔 剛開始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是因為就是剛剛那隻狗的媽媽 我們去浮龍海邊衝浪的時候 牠在半路上吊了 就上車的時候是兩隻狗 可是從浮龍海邊開到台北市 車門一打開剩下一隻狗 就整個人就散了 你們中間過程也是蠻不太回頭的 蠻開心的 蠻開心的 對 然後就一直聊天 然後就馬上再開車回浮龍去找那隻狗 然後跟浮龍的朋友借摩托車 上什麼山邊 海邊 然後到下水道都找 很怕看到就是一隻狗的屍體 因為邊海公路很多殺石車 後來第二趟沒找到回台北 第三趟在 第三趟到晚上 有人打電話去電台 說好像撿不到我們的狗 我們晚上11點連夜又殺下去宜蘭 就看到我們那隻母狗的時候很開心 那回來的時候我就 我就會有一個念頭 我就跟牠說 我說我們一家人不要分開 那個感覺 怎麼講 我不會形容那個感覺 就是我們把牠當自己的女兒 她忽然不見了 怎麼辦 你整個人都是崩潰 你回到台北 我們找不到那一趟回到台北路程 我們兩個是哭著回來的 然後第三趟去接到狗回來的路程 你會覺得那一切空氣是幸福的 你喜歡這個感覺 那時候我就跟牠說我們 結婚 一家人不要分開 那時候還沒有 就想說有這個念頭 然後真正跟牠求婚的時候 我們就跑去福隆的沙灘 然後 很慫啦 滿慫的 不會 很正典 像這個 我就在沙灘上畫一個心 然後我就把它 就牽到那個心裡面 然後就說 我說這個地方是我們很熟悉的地方 我們所有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這裡 初期我也有參與 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剛才沖浪的時候我也有去 後來發現太累了 你去過一次了 不要去不要去 太累了 然後 然後後來我就很認真的跟牠說 說你願意嫁給我 其實那時候大家已經有這個共識 只是我覺得需要那樣的過程 這是一個回憶 對啊 像我們最近有一個化妝師朋友要結婚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一定要叫你男朋友跟你求婚 不管是在什麼場合 哪怕就是在路邊 或是在什麼 你一定要男生開口跟女生說 你嫁給我好不好 不然你當初怎麼嫁 你會不知道 所以說當時你們是在一個心裡面 對 就在沙灘畫一個心這樣 其實這個滿省錢的 來 我們看一下VCR 那我們求婚地點就在 我們定情的地方 福隆海灘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牠的地方 沖浪這樣 然後牠求婚的日子 給你們猜是什麼日子 安君仁傑 不是 好了 公布答案 三八婦女傑 中原普渡 那還好嗎 可是 因為我們一直在躲 所以只有那天最不可能 只有那天最不可能 然後又有兩隻狗 我們會帶狗去嘛 就要把球丟 就是讓狗去撿 這時候我們才有空檔 然後一丟 然後說快點我要求婚 然後就拿石頭畫了一個心 然後我們兩個就蹲在心裡的時候 狗又回來 卡卡 他丟出去 然後... 然後就繼續 然後牠就跟我講一些很感動的話 然後我們兩個就 就戴上戒指 有那個感覺 然後就接下來就是... 就是一個求婚嘛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是我很難忘的一件事 對 對 這原懷孕這種生意 什麼...什麼話 是什麼話 那你認識桃子之前 你相信緣分嗎 還是因為你跟他 因為結了婚以後 你才相信緣分這個事情 應該這麼講 因為如果... 如果不是在那個時間 我們都各自結束一段感情的話 我們... 我們不會有這個機會 可以...可以在一起 對啊 然後... 就是那個點到 就是那個點 你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 就會有對的事情 那這個緣分 你有沒有隱瞞朋友呢 我朋友不多耶 就... 就我們講今天這兩位好 你這個緣分 開始的時候 他們知道嗎 他知道 沒有啦 你是有一天 有沒有在我家的 對 對對對 我跑去跟他報告 對 你是剛開始還沒跟我們講 對 跟小康報告 這個緣分來了 對 他也要確定啊 確定是不是好的 不是 你亂報 我問桃子桃子都沒有啊 所以那時候你還不確定 桃子愛不愛你 那時候其實就是已經 已經... 有感覺 先從曖昧開始 對不對 沒有什麼曖昧 曖昧不好聽 彼此有好感 有感覺 那你跟小康講這件事情 是想跟他討論 還是 希望他一些建議什麼的 因為平常 他們兩位就像我的哥哥一樣 所以我遇到什麼事情 或是什麼 不開心的事情 不常聯絡 但是有事就會聯絡這種 他會講出來 對啊就會講 帥哥拍戲啊 吻戲是難免的 對不對 我跟他在一起之後 沒拍過吻戲 那你吻戲那又要拍 我不拍 李安導演 我不拍 我現在 現在就是只要去談工作的話 我都直接跟人家開兩個條件 我不穩的喔 第一個就是時間的問題 我會希望 我現在有小孩了嘛 我會希望我能夠有時間回家 照顧小孩 過家庭生活 那第二個就是我 不拍吻戲 我不拍吻戲 但是床戲OK 蒙 就是棉被蒙起來 都看不到什麼OK啦 對我覺得 我就其他的都好談 這是一種 對桃子的尊重 對不對 因為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你要身為演員的 另外一半很辛苦 他會生氣嗎 真的很辛苦 不生 不說不生氣是假的 會不會 會不會生氣 不會 怎麼可能 不會啊 是嗎 真的嗎 真的嗎 把傷露出來 你說哪一片 內心 內心 對啊 那演愛情戲可不可以 不打播但是 然後就變剪影 這樣呢 這樣可不可以 變化劇 我覺得都可以談 其實那個 因為其實很多 很多就比如說 手法嘛 兩個要打播 然後就 蒙掉啊 或者是什麼剪影 Double啊 我覺得就是看導演幫不幫忙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桃子會不會追問 接下來 剪影然後呢 不會啊 我的劇本他都會先看 所以他都知道我的工作 現場都有側錄有沒有 側錄 側錄導演是 桃子 也沒那麼嚴重 因為他 他會想要關心我的工作 因為有時候 像我之前連續拍了兩年的戲 其實很多東西是很危險的 他最主要是要看 最近這個戲有一個危險性 我有一次是 是已經懷孕了 然後我要拍一場跳樓的戲 就從六樓直接把我掉下 對 他就看了這場戲說 這個安全措施有沒有做好 我說有有有 有 事前我都跟他講有有 因為 我知道一定的 對啊 一定的 對 然後 拍完之後他說 那你今天那個怎麼樣 我說有啊 他們有做安全措施 什麼安全措施 我說就海綿墊一個 怎麼搞 但是我是從六樓掉下來 那萬一一個 不小心的時候怎麼辦 對啊 鋼絲斷掉就完蛋了 謝謝 謝謝 謝謝